中心型肺炎輸入個案 包括三個機組人員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其中兩個機師的病毒量高 估計近期在德國受到感染 會與其他部門研究 是否限制免檢疫人士在社區的活動 先由何家進講一下新個案的詳情 確診的兩名國泰貨機機師 其中一人57歲住余景灣獨立屋 當局在屋苑空地設立流動檢測站 夜晚有不少居民排隊等候 一度出現人籠 這名機師上星期六 由德國法蘭克福返港 在機場檢測程陰性 兩日之後到過運輸署金鐘辦事署 同再做檢測 結果轉為陽性CT值31至34 帶L452R變種病毒 入院之後病毒量增加 CT值降到17 他同住的妻子和兩個兒子 分別在余景灣國際學校教書和讀書 學校大約120名師生 要最少隔離三天 同績反港的29歲機師 星期一開始出現病症 同日做的檢測結果呈陽性 CT值13至16 他的住所尖沙咀海域 維蜂強劍之後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估計兩名機師都是近期在德國受感染 我們始終出了社區 和家人一起住 我們都會覺得有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存在 我們需要做一個全基因的排序 看看這兩個個案 第一是否一樣 是同一個源頭 還是有兩個源頭 初步我們都了解到 其中一個個案 12378 他都跟我們說 其實他去到外地的時候 他會接觸當地的一些地勤人員 那些地勤人員其實都沒有戴口罩 他自己當然有戴口罩 所以也有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比較大機會在外地感染 剩下的三名確診患者 其中一人是34歲非本地基組人員 星期一從卡塔爾底港 帶N501Y變種病毒 另外兩人是30歲非用 同由意大利底港 未有打針的15歲女子 早前分別已經完成酒店檢疫 返導社區再做檢測確診 但病毒量低並驗出抗體 中心估計都是復原個案